歡迎收看11月6號的《彩晶Espesso》 晚上好 我是威命 市場觀望中國和美國本月能否順利簽訂首階段貿易協議 亞太區股市今天反覆受押 馬股也小幅回落 全天跌了3.49點 閉時報1603.25點 馬幣兌喊美元走低 來到了4.1350令吉 接下來要請Black and White單元 IoI集團創辦人丹斯里李生 近在6月1號禮事 今天他的兒子也是IoI產業首席執行員的李耀生表示 家族決定拒絕IoI產業要給予的1773萬令吉未老金 與此同時 李耀生透露 IoI產業放眼截至2020年6月30號財政年 取得20億令吉的銷售 以及推薦總值20億令吉的新產業發展計劃 企業大亨塞莫達日前收購前鋒報和Cosmo之後 兩家報社就突然宣布停刊 另外 它剛入股之後的首要媒體 在經歷新一波裁員之後 有消息傳出 旗下的NTV7電視台將會被賣 根據消息人士向媒體透露 這次涉及的裁員人數介於100至200人 來自攝影組 化妝組 製作組和剪接組等的部門 而如果要出售NTV7電視台的話 隸屬該台的合約職員的命運也將會掌握在新主人手上 針對國家主權基金國庫控股手上51%的南北大道股權課題 經濟事務部長阿滋敏表示 政府依然在考慮各項收購現役 也還沒有決定是否由財政部出面收購 而政府正在評估收購帶來的財務影響 並且通過降低使用成本來履行對大道使用者的責任 那麼今天的財經到此結束 感謝您收看